大家好,我是阿,欢迎大家,欢迎来观战一把捷绑的杰克 傭兵邮差杂技加勘探员 完整,但是这一套阵容只有一个飞轮 杰克打阵容 杰克其实又看阵容又看天赋 这把的话飞轮少,相对来讲杰克就要舒服很多 这里第一刀落地有了 这一刀的话,而且是个落地刀 有一说一,这一波其实感觉傭兵血亏啊 对吧,他这里宁可贴脸吃个实体刀 感觉这个落地刀的话,杰克下一个误刃带你走 因为你这三个互币只能刚好就是顶掉一波什么呢 顶掉一波杰克的误刃CD 好了,等到我误刃CD好了 这里骗下来,那落地你是个白板 近交互点,板子过板误刃直接带你走 这个误刃呢其实没必要甩的 讲道理是没有必要甩的 我差点以为他要甩了,为什么呢 因为捷绑这个捷克本身就打的偏凶啊 嗯,抓了这个傭兵挂上 求生者如果说选择卖掉这个傭兵 是有的打的啊,是有的打的 也不是说完全没得打 这波 人挂上 好,来看一下求人怎么选择 要来呢,看待员可以来一来 因为这看待员是个飞轮 然后看待员本身就有战力 可以跟你打 再把人给救了 虽然说是费了两人之力 并且杂技这边吃了一刀 但是看待员这边无伤救人 而且是卡半救下来呢 对于捷克来讲 这一波其实他是不赚的,他是不赚的 如果过半的话就可以啊 这边他误刃好了 捷绑这把也是打得比较小心啊 这里难道这刀乌刃想要甩出去啊 我感觉他刚才这个乌刃是不是盯着这个 我不知道这边能不能甩出去啊 有观众如果知道的话可以帮我解答一下 看上去他感觉像是不是想这个 这个乌刃甩出去把这个看待员给打了呀 这里话杂技这边撞脸了 那看待员只能过来救人了 看待员只能过来救人了 这波就两轮杂技这边过来 他这台机子还修不了吧 再哎呦大哥却摊了一手追杂技 当然这手摊追杂技呢 也变相的等于说是逼这边的那个看待员救人 踩一脚近衣衫 这里继续找佣兵 还是啊大家可以看到抓佣兵 佣兵这边被救下来以后 他自带扛一刀能力还是会拖杰克非常久的一个时间啊 或者拖监管非常久的一个时间 杰克打到现在这个层面的话 你说能不能赢呢 能赢但是赢面的话跟宝瓶面 我觉得看下密码机的一个进度啊 这进度的话 有两到三成的一个宝瓶可能性 不是说他一定就宝瓶了的 因为毕竟在手蚁的这两波当中呢 是属于打的55开 或者求生者还占据一点小优 因为你两轮手蚁嘛 你只打了杂技一刀 你这个伤害没有能打出来 伤害没打出来的话 你后续的节奏就起不来 就他现在手里没人 他现在要手里有个人 我觉得他赢了 现在手里没人的话不好说 外面油拆 油拆 这个西宝公主 我在ID是不是逃行啊 灰头狗躲掉 好这里这里 在在在在等飞轮 一刀误刃 是实体刀吗 这刀居然算一个抽刀 二楼机子在修 杰克现在已经将两人打伤 完成击倒挂上顶出去 一波操作可能直接取胜 当然这把看待员 其实操作还是蛮给力的 误刃好了误刃好了 哇这也要甩 老哥你这误刃甩的真是 他的打法就是这样子 就关键好看啊好看 就这些误刃我相信 别说是非捷克玩家 就老捷克玩家 我相信很多都是 就是哇这刀甩住就就 就那种心头一紧 你知道吗 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这种感觉的 记得点个赞啊 或者说发表一下 是不是跟我说的这样 这里好做防守 这边的话看待员 一刀甩中一个实体刀 这边的话底牌是可以切技能 但是比较近人就下来 外面杂技的机子现在50% 误刃CD还有10多秒 这里的话管密码机确实会更好一点 管密码机你这边得补状态嘛 我过去把这个杂技给逮了 对吧把人鬼挂了 你这边还得补状态 不完之后来起新机子 我有的是时间 插个眼落地 跟那边的话两个人起新机子吗 直接起新机子状态也不补 一刀赌图误刃 差了一点点 差了大概不到一秒钟 半秒钟 差了半秒钟 砸这边跳球 这波没有能把杂技秒了 其实蛮难受的 而且砍探员这边去补遗产了 这台遗产机76 留给杰克的时间不多了 杂技这边就不走了 哥们在这贴门了 两台机反正总能凶玩一台 除非能够在这个短时间之内 秒掉一个人 特别是这个油拆 油拆是盖尔挂 砍探员这边 再回头摸机子差多少 差多少 差了大概20% 一刀无认直接带走 没飞轮 这就是有飞轮 这个局有球人好打很多啊 那这样的话 只能是再派一个队友过来救人 三个人残血 当然这波救人的话呢 杰克刚好没有飞轮 没有无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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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杂技 三秒钟 两秒钟 一秒 好 误认好了 误认好了 回头 一刀 哇 这都知道误认 我都不知道往哪甩的 来打一刀 密码机点亮 杰克的话 这边在误区 可以快速进行身 追谁 追油拆 油拆是个挂飞 待会底拍切 压到了 倒 因为砍带云从船上面跳下来 去摸机子 大概走过去 得需要20秒的时间 而这波机岛呢 连挂上大概总够20秒 就砍带云刚到门边 应该是这边挂飞 底白切船 船送落地 好 砍带云一块磁铁管自己 那这样的话 油拆挂飞 杂技 现在还得往小门跑 砍带云拖不了那么久的时间 应该是三有了 这边一刀五刃 没中 两块磁铁一个飞轮 能撑的时间不会短 但是撑不到 队友把门点开 也走不了地窖吧 这个地窖你要转过去都够呛 更别说还要撑到 这边队友把门点开了 结束了 最后一个飞轮 杰克这边可能会压一手 好 一刀 精彩 打得很漂亮 当然我觉得穷者其实中期 已经很努力了 主要他们前期劣势比较大 好的 本期视频到这边结束 感谢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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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